回別了 前幾天 美雨季節是陸陸的天氣 今天全台各地應該都可以感受到太陽公公的熱情吧 而氣象局就表示 未來一週預計都會是高溫炎熱的天氣形態 29號上午 氣象局針對中午前後 雙北 台南 高屏以及花東地區發布36度以上的高溫資訊 提醒民眾要多加注意高溫來襲 而氣象局也表示 未來一週在西南風影響的環境下 台灣各地也都會是屬於高溫炎熱的天氣形態 在今天跟明天 南部 包括中部的近山區地區 還有東南部地區 溫度是有機會來到34、35度的高溫 要特別留意哦 在降雨的部分 氣象局表示 隨著台灣附近環境風場逐漸轉為西南風 週一主要是以多雲道晴的天氣形態 不過中午之後 山區會有零星午後雷震雨的清新發生 週二又會有另一波封面接近台灣 到了週二的時候 封面接近 整個午後發展的情況是比較旺盛的 範圍也會比較廣哦 所以特別要提醒 在週二的時候 各地的山區 還有北部 東北部 有局部大發生的機率哦 另外 氣象局也提醒 在週二封面來臨之前 金馬地區都要留意局部霧跟低雲的情形 西半部則是在晚間清晨要留意局部霧發生的情形 請族人務必留意用路安全 並多加注意溫度變化 有些新聞 怎麼到18查克台北市採訪報導 詞曲人物詞者們到達